帮妈妈涂护唇膏 梳头发 没有一样难得倒45岁的慈继志工张静雄 妈妈 你阿姓很幼稚 赞紧 还没人打紧 没人 罹患失智症的张妈妈 一年多前在家摔伤后 她就辞了修车工作 专心照顾母亲与智能障碍的哥哥 在我妈妈中看了 阿爹的我什么人都满意 阿姨的生活取机的都是她 等你坐在外面公仔走走 好吗 只要天气好 就想带母亲去散心 但出趟门真的不容易 背着母亲走三层楼 这是爱的重量 他在采放的时候他们是24小时的 有时候是整夜没睡 他早上起来还要再弄给我们小孩子吃那些 又要工作 想到父母恩仲如山 自己做多累似乎都不够回报 他一生这样子辛苦 没有求什么 但是我们也不能随便把他放弃 从小心脏就不好的他 现在也是每天要吞一堆药 老公妈妈这样子轻轻起工 要把他身体也不好 他的心脏不是伴摸脱锤 为了避免妈妈吞咽功能退化 张静雄用奶瓶取代医生建议的鼻胃管 就算一次喂食要三四十分钟也不贤苦 让母亲能安享晚年 他甘之如饴 大海新闻真善美之工 陈三立 吕桂树 彭光亭 基隆报道